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庆祝亚裔传统乐 让您轻松悠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古特雷斯抵达基辅 将会晤总统与外长 各位 欢迎收看 今天4月27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7号就访问波兰 感谢波兰接纳了 200万的乌克兰难民 当晚他就会抵达乌克兰基辅 将会于28号会见总统 泽连斯基以及外长库列巴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 哈克27日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天前往了波兰 与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了会面 他向杜达和波兰人民 表达了由衷感谢 感谢波兰接受了200万 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在抵达波兰之前 古特雷斯前往莫斯科 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俄外长拉夫罗夫 普京从原则上 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参与到 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的 平民撤离工作 哈克表示 双方达成的是一个 原则性的协议 联合国正在努力 将它转化为详细的协议 和实地协议 目前联合国已经派人 前往现场 与俄乌当局展开谈判 古特雷斯于27日晚已经离开了波兰 抵达乌克兰基辅 28日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和乌外长库列巴进行会面 此前泽连斯基曾经对秘书长的行程安排不满 称秘书长先前往俄罗斯 再访问乌克兰的安排是错误的 战争发生在乌克兰 而莫斯科的街头并没有硝烟 丰后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加拿大皇家骑警一份内部文件就显示 曾考虑以欺诈政府罪起诉现任总理特鲁多 因特鲁多在2016年 接受富豪招待度假的举动 涉嫌触犯刑罚 根据皇家骑警最新披露的文件 在调查总理特鲁多一家 2016年接受伊斯兰富商阿加汉 私人海岛免费度假招待时 警方曾考虑起诉特鲁多被信罪 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 另外一项罪名则涉及欺诈政府罪 但由于法律规定 政府部门职员可以在获得主管许可的情况下 接受馈赠 而特鲁多作为总理 是政府最高主管 很有可能给自己授权 免于刑事处罚 总理特鲁多则坚持 没有利用职权干预警方办案 当天 加拿大国会也成立由各党派代表 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针对联邦政府 启用紧急状态法应对示威 是否恰当 传唤多位内阁部长接受问询 另外 沃泰华警方也表示 预计这个周末 由上千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 将会在当地进行示威游行 而为了防止类似近年2月 因为卡车司机示威 导致沃泰华街道 关闭将近三周的事态重演 警方也呼吁将会禁止任何车辆 进入到国会山一带的核心区域 同时皇家骑警 安省省警 也将会加入到沃泰华警方的队伍 协助执法 凤凰卫视 祖克勤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白宫今日表示 总统拜登将于下周二 前往阿拉巴马参观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家工厂 该工厂生产标枪反坦克导弹 以及其他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上周拜登在宣布一项新的 军事援助计划中 间接提到了导弹问题 该援助计划的总价值大约为8亿美元 如果获得批准最新的一揽子计划 将意味着自4月2月24号 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大约34亿美元的援助 拜登在上周的讲话中表示 他将正式请求国会批准第二个援助乌克兰的补充预算方案 并表示他希望国会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讨论这个方案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26号以线上行事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美国会代表团首次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并致辞 他指出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以事为鉴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正确的航向 行稳致远 秦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严峻复杂 我们不能指定着彼此的分歧 要牢记双方的共同利益 拿出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在今天推动中美关系克服困难 战胜挑战重建信任重回正轨 一项衡量美国二手房签约量的指标在三月份连续第五个月下降 因为借贷成本上升对已经受到低库存和高房价挤压的市场 带来更大的压力 根据周三公布的资料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二手房签约量指数 环比下降1.2%至103.7% 为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 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让房屋价格越来越难以承受 随着30年期抵押贷款合同的平均利率升至5.37% 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一个美国抵押贷款申请指标 上周下跌至2018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准 按照地区划分 除了东北地区外 所有地区的签约量均下降 未经调整的二手房签约量同比下降8.9% 专家表示购房愿望仍然存在 但是金融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 首都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 在25号晚至26号凌晨的三小时内 华盛顿特区发生了四起强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警方表示第一起强击事件发生在 25号21时35分左右 两名犯罪嫌疑人持枪抢劫了一名受害者之后 开枪击中了受害者 当日23时35分左右 一名26岁的受害者在一街区被发现身中枪伤 发现后抢救无效死亡 仅仅在半个小时后 一名男子在其车中被人用枪击中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26号的凌晨零时50分左右 发生了第四起强击事件 又有一名男子在车中遭到腿部中枪 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局长罗伯特·康蒂 在这四起强击事件发生之后 宣布成立暴力犯罪影响小组 专注于暴力犯罪问题 目前警方仍然在对强击事件展开调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台湾27号新增8822宗本土确诊 两人一亿死亡 疫情严峻 但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容宣布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即日起民众进入公家机关 商店或营业场所 不再需要登记 或是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留下记录 港交所截止三月底的收集收入和纯利双双下滑 其中纯利急跌超过三成 港交所表示地缘政治紧张 通胀风险升温及加息环境 打击投资气氛 拖累港股大盘的日均成交额大幅下滑 导致主要业务收入大幅倒跌一成六 但仍然看好未来前景 北京市26号下午4点到27号下午3点 新增46名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 其中确诊42例 无症状4例 按照北京疫情风险分级标准 市集控通报 北京市新增高风险地区3个 中风险地区5个 截至目前 北京共有高风险地区5个 中风险地区16个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新增3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早时一开盘 就是呈现一个跌身反弹的格局 在新增2重挫之后 新增3投资人趁低入场追捧一些极油股 这极油股当然是公司盈利消息 令人满意的一些公司 在周二晚间公布业绩的 微软公司是因为盈利超好 在星期三一开盘成为道指当中 升幅最大的个股之一 而Visa公司则成为道指当中 升幅最高的一个个股 让它公司分别升幅达到 百分之八以及百分之七 而芝麻表公司则是周二晚间公布之后 有令人失望之处 所以周三成为纳斯达克送货主当中 一直是领跌的一个大型蓝筹股 在星期三晚间收盘之后 脸书公司公布业绩 实际上是好坏残本 每股盈利是两块七毛二 超出市场预期的两块五毛六 而总营业收入是279亿美元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282亿美元 但是盘后升幅相当的显著 百分之十三的跳升幅度 有些人表示前段时间的 利空消息已经出尽 所以这支公司可能是有些超卖的现象 当然在星期四开盘是不是能够持续让升 我们还是有待观察 而有券商表示 现在投资人预期公司盈利超好 会将整个市场的气氛扭转 成为一个市场大幅反弹的基点 但是现在很多券商表示 根据目前公布盈利的状况 投资人对股票市场呈现反弹 这个基点现在信心不足 而且纳斯达克已经进入深度的熊市 认为即使呈现反弹 可能也是熊市反弹是占短性的 时间传选收益率在收盘时 是百分之二点八九 石油价格上升百分之零点四 是一百零二点一三美元一同坐收 黄金价格则是下降百分之零点九 七一千八百八十五点八零美元一样 是坐收 新一四还有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 公布业绩 当然也会备受投资高度关注 以上是新三情况 风鸿一时庞哲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